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古式席高9.1厘米 口径23.8厘米 底径17.3厘米 脉形成古式 脉壁有两道咸纹 上下腹部各装饰20颗和18颗乳丁 足部由三个瘦头组成 整件器物看上去既古朴端庄又盈润秀丽 这件军瑶古式席集多种幼色于一身 口岩 咸门 乳丁 以及气足转折处为降紫色幼 内壁为天青色幼 外壁则呈现紫红色 各种幼色相互交融 过度十分自然 军瑶 军瑶位于今天中国河南省与县境内 这里有大禹至水会诸侯的古军台 军瑶因此而得名 军瑶创烧于中国北宋初期 盛烧于北宋晚期 瑶变是军瑶最有名的特征之一 工匠首先在釉料中加入少量的铜 然后在素胎上吃厚釉 再入瑶高温烧制 就会产生瑶变 入瑶一色 初瑶万彩 瑶变后的军瑶瓷器 右色盈润透亮 五彩斑斓 这些右色自然天长 人为无法设定 正因如此 每一件军瑶瓷器都独一无二 自古就有军慈无对 摇辩无双的说法 军瑶瓷器的名贵程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军瑶瓷器它有有才艳丽 其实有玫瑶瓷器 有海桃红 有天蓝和月白 但是玫瑶瓷和海桃红 最美 最漂亮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军瑶瓷钉古式洗 是一件专门为北宋宫廷烧造的文房用品 它将青铜器的古朴 与瓷器的温润 完美 融合为一体 如今 北宋军瑶瓷器存食量很少 青岛市博物馆的这件军瑶古式洗 因此十分珍贵 北宋军瑶瓷器为什么流传下来的数量如此稀少呢 这还要从宋徽宗说起 宋徽宗召集是中国北宋晚期的一位皇帝 他治理国家不行 但书画造诣很高 宋徽宗是一位画家 尤其擅长画花鸟画 其传世作品有瑞鹤图 池塘秋婉图 和柳鸦罗燕图等 宋徽宗对瓷器也是钟爱有家 他尤其喜欢君瑶瓷器艳丽多变的右色 宋徽宗在位期间 君瑶被定为玉瑶 专门生产供瓷 为了追求完美 供瓷生产不计成本 稍造量小 除少量精品送入宫廷以外 剩下的全部销费 禁止流入民间 所以传世的北宋君瑶瓷器 数量非常少 这件汝丁古式喜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古代的笔喜造型多种多样 有丹饼喜 海棠形喜等 古式喜是其中造型最独特的一种 关于古式喜的来历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 相传宋徽宗通音律爱画画 但对自己写的字并不满意 为此他很伤脑筋 有些天宋徽宗在宫中欣赏歌舞 兴致所至 他亲自击鼓 并陶醉在鼓声之中 宋徽宗十分高兴 他不觉多饮了几杯 很快就喝醉了 那时扶他回到寝宫睡下 宋徽宗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拿笔在鼻息里一战 然后就在一个由三族支撑的 大鼓鼓面上奔笔即书 第二天 宋徽宗请周邦彦等大臣来解梦 周邦彦说 这正是取大鼓之灵气 荣于喜中 皇上如用鼓式喜来洗笔 练字 定能写出漂亮的字 于是宋徽宗命军瑶工匠 烧制三足鼓式喜 当烧好的笔喜送入皇宫 宋徽宗见到后非常喜欢 他经常用鼓式喜 洗笔 写字 终于练成了著名的寿金书 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由此可以看出 宋徽宗对君瑶瓷器的喜爱 青岛市博物馆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君瑶古式喜 其右层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纹路 这就是 秋银走泥纹 这种纹路呢 是北宋君瑶瓷器的一个显著特征 北宋灭亡后 这一工艺几乎实传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乳丁古式喜 是君瑶鼎盛时期的产品 在这件古式喜上部部的右层上 有一些纹路弯弯曲曲 就像蚯蚓在泥土中 爬行后留下的痕迹 专家称其为 蚯蚓走泥纹 蚯蚓走泥纹 是中国北宋君瑶瓷器的 主要特征之一 因为君瑶瓷器 右层较厚 速烧过的劈体 在湿釉后 再次入瑶高温烧之时 就会产生裂纹 当釉在瑶中融化后 又将裂纹填平 这样就形成了 蚯蚓走泥纹 除了青岛市博物馆 收藏的这件 汝丁古式席以外 北京故宫博物院 收藏的另外两件 宋代君瑶汝丁古式席 气身也带有 蚯蚓走泥纹 这件君瑶汝丁古式席 高9.4厘米 口径23.5厘米 外壁呈珍贵的玫瑰紫色 内壁为天蓝色 腹部带有蚯蚓走泥纹 此洗气身上下 分别装饰22颗和18颗乳丁 整间器物以三个如意头之称 另一件君瑶乳丁古式洗 外壁的右色紫蓝相间 内施天青色右 腹部同样带有蚯蚓走泥纹 这件洗的上下腹部 各有21颗和18颗乳丁 底足为三个如意头 北宋君瑶瓷器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气底刻有数字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古式洗 底部就刻有一个一字 而北京布公博物院收藏的 这两件宋代君瑶古式洗 底部也刻有一字 专家说 这是宋代君瑶工匠 对气形大小的标记 气形越大标记的数字越小 这是一件宋君瑶月白又初几尊 其造型仿中国古代青铜器式样 圈足内地刻有数字三 这件宋君瑶玫瑰紫幼海棠式花盆托 呈海棠形 长口折颜 底部刻有一个四字 这件君瑶玫瑰紫幼尊 也是仿中国古代青铜器造型 其底部刻有一个六字 这件玫瑰紫幼葵花式花盆 呈六瓣葵花形 底部刻有数字七 这些宋代君瑶瓷器 右色艳丽 气形多样 大小不一 反映了中国宋代瓷器 稍造的高超水平 北宋灭亡之后 中国的制瓷中心难移 君瑶开始走向衰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青岛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经常下乡征集文物 有一天 工作人员张廷辰 在路过一家农户的院子时 偶然发现了这件 北宋君瑶古世系 那是一九六二年 就是领导经常安排到 就是下乡去征集文物 抢救征集文物吧 一天一次 偶然的机会 建一个农村院子里 在地上一个脖子 引起他的注意 恍惚中 好像感觉像个席子 从地上捧起来 一看 果不然是个席子 感觉是 还是个宋君瑶古丁席 在征得农户的同意后 张廷辰把古世系 带回了青岛市博物馆 后经著名文物鉴定专家 耿宝昌先生鉴定 确认其为 北宋君瑶的产品 这件古世系 于是被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 北宋君瑶瓷器 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 青岛市博物馆收藏的 这件古世系 既让我们看到了 北宋君瑶瓷器之美 又体现出 中国宋代工匠高超的 至瓷技艺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